糖果是很多小朋友的最愛 不過在原鄉古早時代 原料取得困難 香蕉跟糯米混合製成的香蕉飯 這等同於是當時的糖果 為了不讓這個飲食傳統流失 農糧署東區分署跟花蓮縣同門國小 合作推動了十米學園計畫 帶領孩子們認識傳統美食 為了推廣米食文化 農糧署東區分署 和花蓮秀林鄉同門國小 合作推動十米學園計畫 邀請泰鲁閣長者到校親自指導 如何製作香蕉飯 老人家沒有糖果 就是把那個香蕉飯當成糖果 獵人香蕉飯 它用的就是我們的一個糯米 那跟小朋友平常在家裡吃的一個 蓬萊米是不一樣的 長者記憶中的糖果 如今成為孩子們認識部落文化的橋樑 同時香蕉飯食用的糯米 也讓孩子們了解米食的多樣性 非常的順口 甜甜的 除了製作早期的糖果香蕉飯 還安排了特別的活動 柴羊體驗 教室後方的小型農田 有人穿著雨鞋 也有人打赤腳 彎著腰將羊苗插入泥中 孩子們全投入在第一次農耕 就算差不值也絲毫不解熱情 十米全員計劃不僅是為了推廣台灣豪米 也讓孩子們明白 歷歷皆辛苦 借陳景葉花蓮採訪報導